欢迎来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在规范期 光有流程制度还不够 那只是框架性的指导员工工作 还有很多你看不见的分析 要用方向性的价值观去填充 你可能会觉得 价值观这么虚的东西 那是公司决策层的事 跟我的管理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你如果这么想 那可就危险了 作为忠诚管理者 你至少要从两个层面上 认识到价值观对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首先价值观是制度之外的行动指南针 它会在微观层面影响员工行为 举个例子 你是一家水果店的店长 店里有一份价值30元的芒果 才放了三天就出现了一些美点 但是公司的制度写的是 可以存放一个星期 好了 你会怎么处理这份芒果 你看制度之外的分析出现了 员工到底是应该主动销毁 品项不好的水果呢 还是应该降价销售 或者切成果盘继续销售呢 你很难说哪个选择是对的 哪个选择就错了 这个时候 价值观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如果这个团队的价值观 是质量第一 那么就应该主动处理掉 品项不好的水果 但如果这个团队的价值观 是成本第一 那么就要降价处理 或者是切成果盘再卖 这是价值观的用处 它可以让员工清晰地判断 哪些东西优先级更高 但如果你的团队 没有一个价值观共识 类似这样的细节 你是不可能一一去纠正过来的 你也不太可能 靠制度去管这么细的事情 其次 价值观可以有效地化解分歧和冲突 因为价值观 讲白了 就是一种做事优先级排序的共识 我曾经有一位老领导 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他当年在欧洲负责波兰的业务 他当时无意中发现 有一次公司印刷的宣传海报上 有一个英文单词 在波兰语中是比较负面的意思 会让消费者觉得不舒服 但问题是 所有的宣传品都已经制作好了 招回的话 那可是数十万美元的损失 所有的人的年终奖就别想了 而不撤回 最多有部分消费者投诉 花几万块钱赔偿 说不定也能搞定 我的老领导就想建议 把这次宣传海报全部撤回 但他当时只是一个 刚毕业没几年的小兵 人微言轻 尽管他反馈了好几次 但是没有人听他的 结果 我的那位老领导被逼急了 他把公司墙上的价值观的近况 拆了下来 扛到了总经理办公室 放到了总经理的桌子上 他说 我知道 怎么做商业分析 不撤回都是对的 但是我们公司的价值观 第一条就是以客户为中心 我认为 应该排在成本前面 我的老领导说 他当时已经做好了 被辞退的准备 因为如果这家公司 不遵从自己的价值观 那么 他自己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幸运的是 他就是靠着价值观 说服了总经理 而他之后 在30年的职业生涯中 始终践行着价值观 最终也成为这家 500强企业的 全球销售部负责人 你看 类似这样的两难行为 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规章制度流程 不可能涵盖方方面面 价值观呢 就是这样一个指南针 能够在出现分歧的岔路口 依然指明方向 既然价值观这么重要 那为什么很多公司 却行同虚设呢 这是因为 应用价值观这个管理工具 在知和行 两个方面都很难 第一 团队的员工 可能压根就不知道 公司对价值观的定义 结果就让自己过完的习惯来 比如 很多公司都会把诚实 守信用户第一作为价值观 但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算是用户第一 每个人心中的尺度都不一样 第二 就算知道了价值观的定义 但要变成行为习惯 又很难 员工会认为价值观就是墙上的标语 你说的再多 也不过是讲大道理罢了 听宣讲的时候 可能还有点小激动 小感动 可是回到工作中 随着时间的消磨 大家又该怎样就怎样了 那么 你作为忠诚管理者 怎么把价值观 作为自己有力的管理工具呢 还是从知和行 两个方面来抓 先来说知啊 之所以大家没有办法统一共识 其实是因为啊 价值观太过于抽象 所以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帮员工 把抽象的价值观 翻译成可评估 可测量的行为 我有个价值观公式 在什么情况下 采取了怎样的行动 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 比如 还是拿使命必答来说 单听这个词 比较抽象 但你可以这么翻译一下 如果员工 对上级布置的任务 行为是推三主四 拒绝接受 导致任务失败 这属于不达标 如果员工在完成任务的时候 能够根据工作任务的重要性 合理分配工作的时间和精力 排好优先级 保证有价值的目标实现 这就算合格了 如果员工在完成任务的时候 能够对内部流程和管理 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和诊断 在高度混乱和模糊的环境中 有效保证 所有工作目标的实现 这就算价值观优秀了 你看 这样一翻译 员工就能知道 所谓的使命必达 自己应该做到什么样 我再来说价值观的排序 很多价值观 之所以让员工觉得空 是因为每个价值观都很正确 但彼此出现矛盾的时候 就变成了正确的废话 所以你要帮他们做好排序 当遇到分歧的时候 员工才可以操作 举个例子 为了完成业绩 推动结果落地 有可能伤害了同事的情感 也就是说 使命必达 遇上了团队合作 那么哪个优先 这个问题 我当年自己在创业的时候 管理层还真就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结论是 我们所在的是一个竞争 极度充分的红海市场 同事们在一起 是为了快速达成业绩目标 而不是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一团和气 但成不了事 所以 只要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任何事情都要向业务部门让路 我非常建议你 把像这样的价值观 出现冲突时候的场景 拿出来 做一些极端情况下的讨论 这种深入的讨论 能够帮助员工 更好地理解价值观 第三 要让员工统一共识 翻译和排序还不够 你还要学会讲故事 我的职业生涯中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价值观洗礼 来自一位美国保洁的前辈 当时 保洁油条价值观是积极求胜 听起来也很抽象 但这位前辈 他已经做了几十年的销售 马上就要退休了 有一次他在中国做交流的时候 我就代表同事们问了他一个问题 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这么多年的销售生涯中 最艰难的一次销售 他说了一个 自己年轻的时候的销售故事 当时公司推出了一款洗洁精新品 可以洗水果蔬菜 对人体无毒 可是 无论他如何跟采购解释 出示了各种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 对方就是不信 于是 他向采购要来了一瓶可乐 免了一口 然后打开洗洁精盖子 直接仰脖子就往下喝 对方采购 被他这种拼命散烂的架势震惊到了 生意很快就弹成了 他对我的意义在于 一下子就把抽象的积极求胜 变鲜活 具体了 原来一名顶级的销售人员不应该客户说不 你就放弃 而是要敢于拼搏 挑战不可能 所以 忠诚在传播价值观这件事情上 就要成为一个讲故事的高手 你要积累你自己和身边的好人好事 把枯燥的价值观 用这样的一个个鲜活的案例 传递给团队成员 尽量让每一条价值观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支撑 说完了知我再来说行 怎么把价值观落地 变成我们可以借力的管理工具呢 忠诚管理者要做的 是把价值观嵌入到选人 用人 育人 留人的管理动作中 只有这样 才能让大家真正相信你是动真格的 也就是说 你要在管理的每个环节上 都要身体力行的去践行你宣扬的团队价值观 举个例子 面试的时候 我一定会追问候选人在达成目标的背后 是依据什么作为出发点进行选择的 是优先考虑客户 还是优先考虑业绩 是成本导向 还是价值导向等等 在选人的时候 就选择价值观相似的候选人 这样 未来要达成统一共识的概率 就会更高一些 用人的时候 我也会把价值观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维度 我的做法是 每个季度 我都要求团队成员 参考公司的价值观 给自己打一个分 一分表示不合格 三分表示达标 五分表示优秀 同时 如果自评不是三分的 那么都需要提供一个真实的案例 作为佐证 尤其是 人事任免 是职场里大家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刻 这种时候 更要把价值观的反馈 强烈的体现出来 比如 如果有下属为了完成业绩 编造报表欺骗公司 违背了你们诚信的价值观 或者是 发生了伤害客户体验的恶性事件 违背了你们顾客第一的价值观 又或者是拒绝分享经验 违背了学习成长的价值观 但同时 他们都还是业绩不错的员工 那你该怎么处理 我的建议是 一定要做到零容忍 请HR和你的上级第一时间介入 如果触碰了公司的底线 红线 我建议你果断开除 并且作为价值观的反面案例 给其他员工做培训 我的理由很简单 价值观是一种 做事的判断的排序共识 一旦你容忍了 违背价值观的一件小事发生 团队就会受到一个错误信号 那就是 看起来你说一套做一套嘛 那么 你以后再说价值观 就很少有人信了 总的来说 你就要在管理的每个环节 都要把价值观嵌入进去 这样才能帮你起到管理作用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价值观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规范员工行为 在遇到分歧的时候 找到判断的抓手 但价值观 在知 行 两个方面的落地都比较困难 我跟你分享了 在知的方面 要做好翻译和排序 讲好故事 在行的方面 要学会把价值观 嵌入选用预留的 每个环节中 在这里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请分享一个 你在落实价值观上 经历过的一个 最有获得感的活动 欢迎你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经历 有了制度和价值观 团队的行为 就会自动被规范吗 还不够 团队中还有一些 是没有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 但又会影响大家 工作状态的细节 那就是文化 欢迎回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前面几讲 我们说了制度 流程 价值观 这些方法来带领团队 说完了这些刚性的规则 这个模块的最后一讲 我们来说说柔性的管理维度 这就是文化 和价值观有点像 团队文化 也是看不见摸不着 但又时时刻刻 影响每个员工 最微观的行为表现 举个例子 有个客户跟我说了一个困惑 他说 他们公司有一条制度 晚上加班 公司可以报打车费 第二天还可以1比1的时间调修 这时候就会有些员工 利用这个制度 下班之后也不走 再磨蹭两个小时 等蹭完打车费 第二天早上 还能迟两个小时到公司 问题是 他们是服务型乙方 客户9点就上班了 找他们的时候 总是找不到人 你可能会说 这是他们公司的制度设计问题吧 的确他们需要弥补制度上的漏洞 比如控制管理者的批加班的额度 加班凑齐4小时以上才能调修等等 但即使是这样 制度也永远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完美 这个时候 在制度上面再花功夫也解决不了问题 同时呢 这些问题又没有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 你动不动就拿价值观去压人 似乎也有点小题大做 所以这时候文化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我给你一个团队战斗力的公式 团队战斗力等于彼此信任度 乘以目标一致性 乘以斗志 团队的战斗力 其实无外乎来自于三个方面 因为是团队合作 所以彼此要信任 而且大家要力挽一处使 所以目标方向要一致 最后呢 团队要有斗志 那么怎样能够增加团队的信任度 目标感和斗志呢 这一讲 我却来教你用三种团建的方式 来做文化建设 它们分别是朋友的团建 队友的团建 和战友的团建 很多人觉得团建不就是公费吃吃喝喝吗 甚至再来一些户外活动 就出去一起玩一玩吗 其实不是的 不同的团建解决的是不同唯独的问题 我先来说第一种 朋友的团建 在文稿区啊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自册清单 一共有九道题 你可以先做一下 如果你的前三道题 平均得分低于三分 那么你要小心了 你的团队啊 现在还是处于公事公办的状态 团员之间 并没有任何的感情链接 我曾经给一家外部看起来 非常风光的科技企业的事业部 做管理辅导 当时他们的团队啊 就是这种状态 大家彼此不熟悉 就像齿轮之间少了润滑剂 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 下属都要离职了 管理者往往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大家要想干到一起 首先要能够玩到一起 这时候啊 你需要朋友的团建 来解决这类问题 至于是吃饭还是旅游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啊 通过活动 能不能增加彼此的认识 把散落的一个个的员工 粘在一起 最好的办法呢 是从一个大部分成员都感兴趣的活动入手 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啊 就遇到过这样的困局 我当时啊 第一次管理 以程序员为主的技术团队 他们普遍年龄啊 小我十岁 我对他们确实也不够熟悉 感觉呢 和他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一次偶然的机会啊 我发现 和他们聊起足球 特别有共鸣 啊 于是我就给大家租好产地 买好队服 组织足球队的活动 每周五啊 六点到八点 踢场球 这件事我坚持了三年 有一天我粗略算了一下 球队成员的离职率 比平均水平啊 低得接近一半 更重要的是啊 很多人跟我成为了 无话不说的朋友 大家遇到职场上的困惑 也愿意拿出来说了 除了这种日常关系的提升 我还特别推荐一种 叫做人生地图的工具 它可以快速呈现 和了解彼此的过往 让团队关系迅速升温 我会带下所到一个安静的场所 大家围坐一圈 然后我会开宗名义地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 分享人生地图的游戏 帮助彼此增进了解 秦美为同事 在一张横着的A式纸上 沿着对折线画一条横轴 从左到右 代表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 然后把自己经历过的 最重要的五件事情 按照时间顺序写进去 带给自己开心幸福的事 就在横轴的上方 让自己遗憾难过的事 就放在横轴的下方 离横轴越远 就代表这种情感越强烈 每个人的分享时间 大约在15分钟 所以如果是十来人的小团队 你差不多要花三个小时的时间 多准备一些零食 让大家边吃边聊 放松紧张的情绪 通过这样两到三个小时的长谈 能够非常好地化解 团队成员之间的误解和敌意 同时能够让下属意识到 他们的上级 首先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然后才是他们的领导 在未来的工作中 大家之间的化学反应 比起上班就是公事公办的状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曾经有位非常尊敬的老板 就带我们做过这个游戏 以前我们总是觉得 他太过认真了 怎么这么严格 为什么老是针对我们的工作 吹毛求疵 团队的气氛 一度是比较紧绷的 但在这次分享中 他第一次和我们说起了 他曾经经历过的一次生离死别 他之所以现在工作这么认真 甚至有点较真 是因为他非常庆幸自己 从灾难中幸存下来 所以他发誓 要珍惜余下的所有的时光 不能对事情马马虎虎 糊弄过去 你看 是不是一下子 就让整个团队 理解了他对工作的态度 化解了彼此之间的误解 说完了朋友的团建 第二个 我来说一说队友的团建 如果刚才的测试 你中间的三道题得分 平均分低于三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队友的团建 队友最大的特征就是 团队要有明确的使命和愿景 之所以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那是因为团队成员 对自己的工作的意义没有感知 大家只是重复手头的工作 上一份工而已 没有把职业当做事业 作为管理者 你要做的是要把工作的意义提炼出来 并且不断的宣讲 触答 使命愿景听起来很大 我建议你 组织一次团队的讨论 拉起大家对这两件事的认知 使命是利他的 你需要找到你的团队的服务对象 提炼你为他们创造什么价值 愿景是利己的 你的团队持续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 会变成一支怎样的团队 比如还是我之前提到的那支科技团队 他们为企业的数据安全提供技术支持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但是管理者们从来没有和团队沟通过 大家就感觉每天就是加不完的班 干不完的活 于是我作为管理顾问 帮他们组织了一次工作坊 把大伙召集在一起 探索使命愿景和目标 首先是使命 管理者向团队展示了 一家家企业数据中心落成的图片 还请几个客户录了视频 向员工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有个客户说道 自己公司曾经遇到过一次 严重的数据安全事件 当时感觉真的要倾家荡产了 生死存亡之际 是你们公司的产品 救了我们公司 员工们这时候才意识到 原来我们帮助企业 解决了这么复杂的数据安全问题 我们真的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一下子觉得工作有意义多了 我还提出了一个做企业数据安全领域的三峡大坝 这样的一个使命主张 既形象又霸气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然后团队们一起探讨了 这个团队做到怎样才算成功 大家第一次在一起畅想未来 管理者提出 我们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只算是第三名 希望用三年的时间成为这个领域的第一名企业 这个愿景团队成员也是第一次了解到 原来自己的公司这么厉害 原来自己有机会成为业内第一的企业成员 对自己的职业生涯 那肯定是极大的加分 工作坊虽然花了大家一整天的时间 但是团队成员回去之后 精神状态明显获得了改善 最后我来说一下占有的团建 如果最后三道题 你的团队平均得分低于三分 那么说明很多员工出现工作疲劳了 他们感觉日复一日 那么你就需要做战友的团建了 在十六讲 我和你分享了 在发力期怎么带团队打大仗 到了规范期 你要把团队从队友打造成患难与共的战友 还是离不开打大仗 因为你需要一场场胜利 让团队有新鲜感和成就感 怎么打大仗 我就不重复了 我想强调的是 作为忠诚管理者 你要学会定义胜利 营造团队打胜仗的状态 如果只是把成为第一 当做胜利的标志 在现实中是非常难的 即使是像中国女排这样的冠军球队 也不可能次次夺冠 但我非常欣赏 蓝萍教练对于女排精神的诠释 他说 女排的精神不只是赢得冠军 而是有的时候 明知道不会赢 也竭尽全力 对于团队管理来说 也是这样 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很多团队会面临增长乏力 经营亏损的挑战 在实名愿景实现的路上 磕磕碰碰 再常见不过了 很多下属就在这个时候掉队了 非常可惜 比如说 竞争对手负增长十个点 我们负增长五个点 去年我们团队亏损一百万 今年亏损十万 这些算不算胜利 同样也算 但是这需要你 作为管理者 去定义胜利 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把实际提起来 我有幸跟过这样一位上级 我们当时曾经砍掉一条老产品线 从公司的角度来说 这条线不赚钱 也不是战略方向 砍掉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这个团队 接近一半的业务都来自这条线 业绩一下子就等于被腰斩了 我的上级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 他会怎么评价团队今年的成功 第一 所有数据中 把老品的基数扣掉 让大家轻装上阵 第二 在考核中 打凉炒的结果KPI占比下降 比如说销售额权重 增肥力的过程KPI占比上升 比如覆盖客户数 转化率等等 鼓励我们做好基本功 而且每当我们取得了突破 那位上级 就会写一份热情洋溢的邮件 超送给其他兄弟部门 除了表扬我们的努力 他还会提到我们团队现在遇到的转型困难 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等等 虽然每次公司级别的业绩排名 我们都是垫底 但是团队的士气 却比以前顺分顺水的时候还要高涨 因为大家目标明确 而且特别有成就感 这就是上级重新定义胜利的重要性 总结一下这一讲 在制度之外 你要做好文化建设 根据团队的情况 把朋友的团建 队友的团建 以及战友的团建 做到位 让你的团队 拥有真正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这里 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你经历过的最有价值的一次团建 是什么样的 你为什么认为这支团建有价值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思考